全國持續進行三級警戒 為了減少群聚的機會 台中市不僅針對傳統市場 現在已經展開身份證分流的措施 還推出線上蔬菜箱 每一天限量500箱都被搶低一空 而負責產銷的物封農會就說 台中市民享有免運費的優惠 那麼農會還委外 當地團散物流車冷藏配送 兩天之內就會到達 確保食材的新鮮度 集貨廠人員忙著包裝作業 小心翼翼要將新鮮的青菜放入紙箱 像是青江菜 彩色甜椒 小黃瓜等 通通都是當季蔬菜 為了因應國內嚴峻的疫情 台中市府委託物封農會 推出蔬菜箱透過網路訂購 每天限量500箱天天供不應求 甚至前幾天40分鐘內就被訂完 自己會煮我會買 還不錯 不用就是跟大家接觸 然後或傳染 比較安全 由於近八成確整整的足跡都曾到傳統市場 就怕市場成為防疫破口 台中市不僅透過身份證字號 展開市場人員分流 並規劃線上蔬菜箱 方便民眾不用出門 就可以吃到最新鮮的青菜 針對台中市民市區內宅配 不僅免運費 團善冷藏物流車兩天內送達 台中市以外訂單委託知名物流業者冷藏配送 盡可能兩天送達 確保食材新鮮 農會提醒民眾 這段時間可以多上網路 少上馬路 透過線上採買 不僅可以支持在地小農 還能減少實體採購的感染風險 今天是黃建民台中報導